每个大天哭了几次 我就是把女儿手交到 我的女婿手上那一刻 还有我上去为我女儿献唱一首歌 有一些话对他们说的 对所有的来宾说的 那这两段啊 其实我一直觉得没什么好哭的 但是你很奇怪一个人 到那个氛围的时候 有那些音乐那些灯光 然后那些话语出来的时候 其实那很自然的情绪就会上来 有给女儿什么嫁妆之类的 也没有啦 因为我想说他们自己先努力吧 年轻人我觉得也不要给他们太多的空间 他们自己去努力 反正将来我们家三个孩子 我们一定是很公平公正的 男女一样 没有先送个房子什么 都一样没有 我觉得他们各自先努力 那希望孩子他们自己能够有所成就 他们也知道一种价值观 他们也知道用钱的态度跟方法 我觉得这很重要 其实就是说这一次我有一些费用 我就帮他们cover了 管理的 对有一些费用了 但是基本上还是他们自己来支付 那就是小部分的 像比如说灯光音响我很熟的 影片的那些 我们这次找了一个金马奖的一个做VC的 整个的那个影片的设计的 那都是认识的 那这方面的小钱我来cover 那大钱他们就收了礼金他们就cover 给这个女婿打几分 我们很满意了 一个礼拜大概他也在我们家吃饭 起码两三天三四天 就是很熟了 这几年大家的相处 而且每一年我们全家出去旅行 他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所以基本上早就像一家人 很早就定了 大概半年前就定了12月 所以我们这次不是因为疫情然后去演的 是很早就定了 没有 其实现在大环境不一样了 女儿住的也不远 对不对 开车到家里面10分钟 随时来 对不对 我们家里面常常就是儿子啊 对不对 然后他 女儿带着男朋友在家里面吃饭 常常我们晚餐都比较热闹 这次新疆跟女朋友有 也就是一直招待 这个期待他们赶快好事出车 我觉得新疆他还年轻了 我当年我三岁结婚嘛 他明年30嘛 但是时代背景不一样 以我那个年代来讲 30岁结婚刚好 男生啦 但以现在来讲 我觉得男生到35 35 6 甚至我觉得37 8 我觉得都不想玩 对女孩子来讲会比较辛苦啦 你看女孩子大概26 7 28岁就拉警报啦 对不对 希望快一点啦 所以我觉得男女有别啦 但是我还希望他们经济 自己基础更稳定 工作更稳定 我觉得再再再来说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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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